事逢农历假成龙年初八 马来西亚中国总商会举办新春交流联谊会 大约300名政商文教领袖和代表应邀出席 场面壮观 气氛热闹 大会先以省师采清 拉开序幕 马中总商会和分会同仁通过短片 向在场嘉宾送上新春祝福 大会主编兼大马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 马中建交迎来50周年里程碑 两国免签政策已见成效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 到访大马的国际航班和乘客数量都增长30%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 那么也代表说免签政策也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旅游业 所以有特别多的航班会到来 那么交通部和旅游文化部 都有这个密切的合作 我们会继续的这个努力 特别是在交通部我们鼓励更多的航班 因为马来西亚中国还有很多的城市 我们还没有开发的 所以特别是在中国有几百个城市 我们现在飞的可能不到20个而已 所以要还有很大的空间来发展我们两国的关系 同时中国駐马大使欧阳玉晋鼓励中资企业持续在大马加大投资 助力大马经济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 中国也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 让市进了共享新的发展机遇 也希望马来西亚的工商界能够抓住中马两国发展的新机遇 激起的附近对华合作 共享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红利 马中总商会总会长卢国祥 劝美所有人珍惜和维护大马多元文化的精髓 因为各族融合与互相尊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 马中总商会一众领袖和贵宾们随后在台上向来宾敬酒 主观方也安排华乐表演和以美食招待宾客